中心经委客户端11月28日电,据中国工程院宽敖消息,中国工程院28月来发表,基因因而事件严重违背了基本文理规范和科学道德,中国工程院将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调查进展和结果,并愿意提供必要的学术与专业技术支持。 中国工程院表示,在28月与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峰会上,此前媒体广泛报道的基因因而出生仪式的涉事研究者做了该项研究的技术报告。 如情况属实,中国工程院医疗卫生学部和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表如下,在学术与技术上,该项研究没有先进性,并且对技术的应用严重适当。 在文理与道德上,在严重缺乏科学评估验证,安全性存在不可预知风险的情况下,贸然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等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临床操作,严重违背了基本文理规范和科学道德。 在法律与法规上,该项研究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基因相关研究的系列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实施了明令进取的技术操作。 中国工程院表示,我们申请关怀报告中,所称已出生的两名婴儿,呼吁社会各界对他们的隐私给予最严格的保护。 研究制定细致的医学与伦理招呼方案,防范这种基因,可能产生的健康损害,以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崇拜的关怀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健康快乐成长。 中国工程院呼吁,科技工作者必须加强科学道德自律,强化自我管束,在探索和创新活动中,必须遵守相应的伦理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 针对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了新情况,新挑战,科技界要深入思考,认真研究,为与筹谋,加强教育,完善相关行业规范和伦理举栏,以保证科技界从事负责任的研究,有关部门要动态完善相挂法规,严格审查监管程序,适时推进有关理法工作,严密防范可言伦理不断行为发生。 中国工程院将密切关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进展和结果,并愿意提供必要的学术与专业技术支持,中心经纬APP,关注中心经纬,搜索中心经纬,或交view,看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